这期上本来排查个故障 客户描述 他们家的网速总是忽快忽慢的 只有每次拔了网线再接回去 网速才能快起来 这次把我喊过来 看看能不能给他们找出原因 我过来也大概看了下 他见他们家里的设备还是挺多的 但是他们主内容就有点偏差了 我用手摸了下 还有点烫手 超烫的 不是灰的问题 你这个放的有点烫 当时我就觉得 这么多设备 靠这个路由器支撑 可能是这个原因 导致网络不肯定的 我当他们有条件 就换个好景的路由 接着我就来到他弟弟的房间 因为他弟弟 经常反馈的网速非常的慢 我大概看了下布局 他的电脑 是接这个华为路由器上的 华为路由器 则是接到这个面板上了 既然是网速慢 那么就先跳过这个华为路由器 电脑先接这个面板上 先测一下这面板网速如何 再测华为路由器 接上去后 我又先看了下电脑的速率 发现它是千兆的 于是我就问了弟弟 平常上网是哪里卡 你这边平常是怎么个办法 你这边是要测速 下游戏 对 既然说是下游戏卡 于是我就让他下了个游戏 看看是什么情况先 这个数以慢来是快 你觉得 这太慢了呀 这才二 我看了下 当前游戏的下载速度 换算下来 也就二十兆左右 对于千兆的宽态来说 确实有点慢了 但是没过一会儿 下载速度就上到了一百兆 两百兆 只是后面的三百多兆 但三百兆还没保持多久 又掉到了一百兆 这就让他觉得 这边的网速不正常 但是小胡就和他解释 这种游戏下载波动 一般都是属于正常的 因为游戏的服务器 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玩家 如果这段时间内 其他玩家也正在下载更新游戏 那你这边的下载速度 会有一些波动 要是每个人都是 前兆的下载速度 那边的服务器也迟不消 所以下载游戏快慢 并不能代表 你这边网速不好 原为这次排查就结束了 但是我去了另一个房间 就发现了问题 这个房间的电脑 也是接到一个华为路由器上的 但是我看了下游戏下载 网速一直都没有超过百兆 没有超过一百 你这个可能就有点问题了 拿我电脑来试一下 于是我就用电脑接上路由器 测了下速 发现一测下来 果然只有百兆的速度 只有百兆 那这个有问题了 我得找下它主线 我看了下路由器的主线 它现在居然是这种扁平线 这种线我是不建议使用的 因为它看看早比较差 我看它是接到这个面板上的 于是我就把它给拔了 换上我的网线卸了下 换上去以后 我就用我电脑测的下网速 发现是可以跑到千兆的 看来就是这种线不怎么稳定了 但是我看这条线这么短 就算看它脑差 也不至于到百兆的情况 所以这边我又给了它一次机会 我把它接回去后 这次测速又变成了千兆 这就让我怀疑 是不是这里面的面板没有打好 如果面板里面打的不规范 像这样网线推小再多 网速也会千兆百兆来回跳的 于是我就决定拆了这面板 看看里面是什么情况先 拆开以后 把这面板打的还剩标准 网线有没有打错的情况 那刚才测出百兆的情况 应该还是这线的问题了 我把这线插到路由器上 经过几次测试 确实会出现百兆的情况 对这条扁平线的话 它现在只有百兆 我把这网线换了以后 在下载游戏的时候 网速比之前明显高了很多 下载峰值达到了800兆 我一到这里排查就结束了 但是我在后面的排查过程中 才真正发现 它们网速忽快忽快的原因 我电脑接到第三个路器上的时候 发现测速下来只有一百兆 于是我就顺着这网线 来到了面板这边 那时候正好把我的网线 给它们使用了 所以我只能暂时 用这扁平线接上去 大概试下这段口 有没有签到的数据 识别这么久 应该一插上去就马上识别的 还是摆照 我得看一下那个口 那个口可能也有问题 一般线的概率不大 你这种线的话 一般都是好线 应该是口的问题 我这边拆开看了下 面板打的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线更不可能有问题了 后面小哥又去楼上 把我的网线拿了下来测试 我这边拿我的网线接上去 发现还是摆照的情况 还是摆照 看来这条线有问题了 这里我就用选择先对下线 发现一刀八心刀亮后 那我只能去另头 看看是什么情况 去找上那条线 这条 这条 它本来插在哪 插在这里 我大概看了这讯头 但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接上去那些对线 八心也是亮的 这样还出现摆照的情况 那我就要怀疑 这线有问题了 于是我就和客户说了下 你这线可能是摆照线 但是我这边 从前给你打试下 就从前打这个头试下 如果还是这样的话 那它只能宣布它是摆照线的 就在我重新打试下头的时候 我一摸到蓝线 我就突然明白了过来 这么硬这线 我给大会表演一下 磁铁吸网线 是吸不上的 但是你这个蓝和中 是吸得上的 原来导致他们网络忽快忽慢的原因 就是这网线出了问题 确实有时候 你在从前扒它下 它会回望前照的网线 但是没过多久 又会掉成了摆照 这种参加的网线 前期可能会一直保持新照 但是随着时间退移 网线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差 除了换网线 就别有塌法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